高嘉瑜这个选区 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就是他上一次不到7000票胜出 那关键在于第一个 除了他是没有所谓的 泛率的大型分裂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上一次的选举里面 年轻人大量的从国民党 拒绝国民党 上一次的选举 有非常强大的 这种所谓年轻人出来投票 也就是蔡英文817万票的 那个悬崩里面 高嘉瑜是受惠者 而这一次 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高嘉瑜面临了好几个trouble 什么trouble呢 第一个就是泛率阵营的分裂 而且这个分裂里面 关键就是高嘉瑜之前发生的 这个林秉书的这个事件 林秉书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然高嘉瑜因为他在立法院里面呢 过去他常常这个炮打财政部 炮打内政部 跟馆长连成一气 去指责 为什么国产车进口车 车的这个关税 进口车关税为什么那么高 等等的 他去质疑很多现在执政党的问题 导致他变成执政党里面的 某种程度上派系的孤儿 那在林秉书的事件里面 你看到可以看到就是 民进党里面的事态炎良 去声援他的几乎都是 非民进党的人 那个时候民进党甚至一度还 那个时候是在推这个四大公投 那时候高嘉瑜办了一场这个公投说明会 还被党内谴责说 你看你的怎么座位都坐不满 什么场面很冷清 是不是要给大家难看什么等等的 本来要检讨他 只有过几天林秉书事件爆发 大家也不好继续打他 所以可是他在党内的仇恨值 抑制很高 那这一段的这个负面声量的解读 也就是因为你要知道 网路声量是由哪些人主导 意见领袖 那意见领袖通常是哪些人呢 在政治的议题上面就是彻翼 就是那些匿名粉砖 比如说什么XX春秋 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什么有的没的 只要他们今天讲 我希望无心带当选 那下面就会有一堆人 高嘉瑜开始骂高嘉瑜 而这个对高嘉瑜的选情 就是雪上加霜 那高嘉瑜老实说 以他的这个对年轻人的这个吸引力 是比不上李彦秀在地经营 他们家族两代 然后呢这种不断的去经营 其实应该是三代 就是他们的这种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很深入的 那李彦秀你知道 我自己住在港湖地区 我虽然不是选民 我是租房子 但是我光倒垃圾 我从来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高嘉瑜 跑垃圾车啦 那但是呢 我常常看到李彦秀在选 像去年选举的时候 李彦秀丢垃圾 我就碰过他好几次 所以光是在这一种 跟地方在地居民的互动 确实李彦秀的那种亲切力是很高的 那可是呢 高嘉瑜他是靠他自己 这种特色 比如说他到每一个餐厅 每一个小吃店 不断的靠自己的两只脚到处去跑 但他的组织能力就是不及李彦秀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呢 当今天是蓝绿对决的时候 理论上是李彦秀比较占优势 理论上 在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总统大型的优势 旋风 扫过之后 上一次李彦秀是败在这个部分 可是在这一次只要高嘉瑜是一对一 如果是蓝绿一对一 我认为高嘉瑜还有一点拼一面 还有一点点 为什么 就是撑他就要玩那种所谓的 去迎合柯文哲 可是呢 高嘉瑜最近你可以发现 他现在批评柯文哲不遗余力 有人问他说 什么你要不要开演唱会 他说我才不会 我还是不会收什么 办那个什么8800啦 然后又唱得很难听 他现在对柯文哲是这种态度 等一下许甫可以评论看看 大家再补充 是不好听啊 对 但是 但是以前 以前 柯文哲跟高嘉瑜 其实某种程度上 被人家认为说 有点类似像王世坚跟柯文哲那种模式 就是 其实他们是在绿营里面 相对来讲跟柯文哲比较 能够互动的人 可是没有想到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高嘉瑜为了要迎合所谓的胜率 他必须要去批判柯文哲 而这个对高嘉瑜会有一个根本的矛盾 就是当这些柯粉年轻人不投给你的时候 你的胜算就更低啊 所以呢 在无心带加上现在年轻人不会 百分之百都投给你的这个几率 甚至最近连馆长都对他出手 连馆长都说居然你去挺赖品鱼 然后呢啊我实在很失望 我说像这一些就是高嘉瑜改变人设了 馆长你怎么 你当初在馆长这个枪伤受伤的时候 你去他的病床旁边唱歌给他听 虽然很多人说因为这样馆长就改了一个性格 所以可能因此而痛恨民进党 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 但是就是高嘉瑜跟馆长以前是可以说是很多议题还合作 可是在现在 在现在却会变成这个模式的时候 对高嘉瑜非常的不利 那目前民进党只剩一招 这个这一招也就是在在野分裂的状态下 现在赖清德你可以看到赖清德现在已经是每一场都在帮 立委拼选举了 从刚刚的何博文 哎现在距离投票还有四个月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在每个立委选区一区一区一区去辅选去拉台 那就表示他自己的总统选情很轻松嘛 就是我已经按部就班 现在已经绕了 哇就是在拉台立委了 可是你去看国民党侯友宜 现在连自己的选情都拉不高 他又什么有花什么样的功夫去拉这些所谓的小鸡呢 所以很辛苦 蓝跟绿现在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局面 而这个局面会导致最后呢 如果今天赖清德很努力的去帮高嘉瑜 解决这个绿营分裂的问题 也就是如果 我这边只是讲一个假设 如果高嘉瑜最后在赖清德把提供了不分区 让吴辛黛去当安全名单里面的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会不会最后高嘉瑜最后反而是蓝绿一对一 就吴辛黛最后可能就化解了 对就把台湾激进变成他们民主大联盟的成员 有没有可能 我目前不知道 但是呢 现阶段我认为民进党也许会朝这样这个方向 但是也许他们就是放弃高嘉瑜 让他死也不一定 那福哥 最后点时间 那交给赖清德帮忙拉抬高嘉瑜就稳了吗 反正他现在不是很稳吗 对这个是刚刚波基讲到说高嘉瑜改变人设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看到这个支持度的里面的分析 高嘉瑜现在变得他有点尴尬的状况是这样 他的绿营的支持者大概有一半 大概一半但是去支持到吴辛黛 但是呢 过去其实不可会言 民众党的支持者或是科匹的支持者对他认同度蛮高的 在这次的民调当中其实也只有一半 那另外一半甚至是说比较支持到李彦秀的部分 就是代表说高嘉瑜其实他自己的立场 他其实一直在摇摆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去买单 或是觉得说你只是为了你的选票去改变 这个是一个 所以说赖清德直接去挺所谓的高嘉瑜的时候 有没有效这件事情 大家相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打怀疑的 不如高嘉瑜其实还是要坚定做他过去 他做党内的乌鸦嘛 他去抢中间路线的选票 他可以抢到泛蓝的也可以抢到泛绿 甚至其实在台北里面 柯文哲民众党的选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这边要讲了一个民调 就是说我们最近自己也在做一个内参民调 就是2930 对这个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好多份的民调出来 大概加起来我自己今天出算了一下 大概因为时间不够 大概有七八份民调 但是有一两份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会讲到说 我们跟不是跟侯友怡是跟郭台铭变成麻花卷 是真三四名了 这让我们非常匪夷所思 因为正好我们在8月29到8月30做的民调 他是视化70% 手机30% 赖清德似乎看起来 就这份的内参民调来讲 他并没有那么那么的强 就是可能过去他是刚好出国回来 那一阵子的那个效应是蛮大的 没有那么强代表没有四成 没有四成没有到三成 没有到三成 对我们这边看到赖清德大概是28点多 而柯文哲大概23.9 大概两个大概加进差5%以内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侯友怡跟郭台铭反而变成了麻花卷 大概都在11跟12%左右的差卷 可是你刚刚说那个你们做的这个base 是7成是视化 7成是视化 那应该对传统蓝绿是比较有利 对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我看到很多民调是5成视化 5成手机或是7成视化 3成手机 但是呢我自己看这份民调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他们还特别去调查了说 使用手机跟使用视化的比例 所以我看到这个 有手机跟视化的比例大概4成多的民众 只有手机的民众有4成多 但你只有视化的只有一成多 所以坊间现在在做只有全视化民调的 所以我怀疑他能调查到大部分 可能真正的民意吗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总之我们看到大概有五六份的民调 跟我们这份内裁民调来讲的话 柯文哲目前还是第二名没有错 但是他还要必须努力的追上赖清德 要把这个差距拉到5%以内 我相信这最后才是比较有整合的希望 感谢许甫在最后给我们抛了这么一个震撼蛋 我很难想象这赖清德 居然会从其他几份的四成调到只有 三成以下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